各位听众,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周三版7月20号,国际大棋局第一节 进入节目之前,请大家按赞订阅,按赞订阅,按赞订阅,以及支持我们,口耳相传 因为我们现在受了很多不同的打压,也请大家支持梁锦祥工作室的Patreon 你们的付费订阅就是我和台长目前唯一支援我们的方法 让我们可以每天坚持努力地做节目,带给大家更多的资讯 今天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的,我们有个突发出来,讲的是 星期二得道,那边一位重要成员就是10名,指正了,也讲了很多的内幕 这条片其实来得很突然的,我们在里面也有一些人名就逼了 因为那些人我们不懂的,也不知道他现在是什么位置 所以为了保护那些人,我们也把一些名字逼了 那原片也是没有留的了,而跟我们联络的那个人 他是透过一些加密方式的,所以现在已经跟他接客不了了 那讲的是,引来很大的回响 我也先说一声,其实我睡得不太好 我只是睡了过来两个小时,昨晚凌晨开完直播四点多 那到今早上传了这条片,那我的状态不太好 那另外呢,现在我自己也觉得很模糊 有很多事情,我自己也很想知道究竟是怎样 那所以呢,我想我要交咪给台长 因为台长在所有重要时刻都可以指导我 台长,请你评论一下这件事 那这样的,那件事呢,我只能透过那个网上 就是说,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 我都是在联灯那里看到那个 那个什么,那个总结 那我想第一样东西就是 其实现在大家都不要再说这些分化 或者这个内斗的问题 那就没有这个内斗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些星期二得到这两个老千 其实就完全跟香港的 就是我们不会当作是同业 也都不会当作是有任何的关系 事实上也都没有的 我也都完全不认识它两个 就知道这个Tony Troy或者Johnny Falk 这些都是很近期的事情 事实上我自己都没有听 完全一直都没有听过《星期二得到》 至于刚才你提到那个访问 我只能够看透过那个联灯那里 他们总括那里去讲 但是之前的事情,我相信很多 譬如其他的网台都有谈及 譬如说有一个是大匪那样 那那个我也都没有听的 但是我想总结一句就是 现在没有所谓这个内斗的问题 原因很简单 因为所有现在比较著名的 这些网上去做评论的 基本上是窗口一致对外 就是铁穿这个星期二得到这两个老千 所以大家就不要再用这个内斗 或者分化的角度去讲这件事 因为大家在网上那个 都有一个共识在这里 但是在共识里面 都仍然存在很多很多疑问 那其一当然 刚才可能那段的录音也提到 比如说蔡普洛斯这个难尾的状况 那我想呢 就是如果这件事是正如那位的 这位他们前员工 或者前的合作伙伴去讲的话 那我相信其他已经受害的人 其实有理由出来庭身指证的 就要指出这个问题 那另外就是 除了这个录音之外 还有其他的问题 例如在这个黑池 他怎么对待那些去到 就是寻求协助的 就是那些所谓的手足 那我看到那个说法呢 那我们很谨慎的 因为这个都毕竟是一面之词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出来 这个是一个相当之严厉的指控 比如说他去精神虐待那些的手足 那其中一句呢 我看到性骚扰呢 那我不敢评论这个 就是不知道那个实际的指控去到的程度多少 比如说你在说非礼 还是说更加严重的罪行呢 那如果是的话呢 那这个也都牵涉到一个问题了 就是在英国方面应该报案 那我觉得就是 如果真的有其事的话 当事人就应该不要再去啞引了 应该无论你今天在哪里也好 应该就是挺身出来去指证 但是我再看那些细节呢 我都要戴定头盔的 因为 就是现在都是一单方面的指控 那如果说到好像里面那些情况 比如说吃饭之前 突然要唱这个《袁荣光归香港》 如果不唱就是《鬼》 就是类似这些情况呢 就是我已经不只说这两个是老千 特别是这位这个Tony Trot 他基本上我相信他精神有问题 就是有一些弱待狂 所以你再去说到这个呢 就不是说纯粹说 就是现在这些钱银的问题 就是说 这些人本身他 就是可能心理上已经有一些异常了 那 那个细节方面呢 我相信还需要更加多的资料去确认 那 那 因为有些 我不知道是不是全部现在 就是牽涉的人物 都是在外地 但是 如果在外地那些人 就 就是如果他的人身安全 已经是得到一定的保障的时候 我觉得就 就是要再去深究这件事了 那至于说那些先前的 就是说去支持他那些的 我觉得有一件 就是有一件事 其实可以衡量的 就是你可以说 有些人是未必一定相信 现在这些指控 例如是 将一些捐款 就私吞 就是用来做其他东西 或者去客套这些 就是手足的 生活费 那样 但是起码一件事 一定可以做一个客观的评论 就是他们这个 这个节目 他们一直讲的内容 究竟有多少是 是符合真实的 你不需要去计较一些 现在有些指控的 你可以背后讲新闻 那他讲了新闻 有多少件事是真的呢 就是如果你从这个去判断就是 如果他去说那些事情都是假的 就是这些 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些新闻都是假的 就是都不准确的 那他去为自己辯護 那大家有理由 更加有理由去辯護 但是我觉得这个 都不是最严重的问题 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 就是两个人 就是谭香文 和袁公怡 两个人在这件事里面 那个牽涉的程度有多深呢 那谭香文那个就 很奇怪了 初初他自称民主女神 那样 那这个是一年前的事 他一票就导致到 那个情况有些改变 那样 但是后来我觉得 这个都不需要再值一提的了 但是近年 比如他再出来选择 选择区議会那些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就是中间有没有一些 一些的事情 我们现在还没知道的呢 那我觉得就是相关人士 在这方面 其实就可以再去 去看看有没有一些 有没有一些材料 去挖出来 那当然了 就是我自己 作为一个新闻众业园 那我是很谨慎的 就算到现在 有这么多的指证了 那我们只能够去说 就是我们要继续看一件事 看看有没有更加多人出来 去提供更加多的资料 那我前提就是一定要保障 就是里面当事人那些的人身安全 那无论他在哪里也好 那至于说是 刚才我点名的那两位 袁公怡和谭香文 那我觉得袁公怡呢 其实就 都应该就这件事去讲讲 那甚至我觉得 起码暂时要和这个 禁忌德都要先割席 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要不然就 就是大家都会有个错觉 就是 你牵涉在这件事里面 特别是钱银里面那里 那基本上我就觉得是这样 就是暂时是这样 那但是我现在知道呢 其实外面呢 就是继续有很多一些的 评论啦 或者是一些的 甚至一些最新的消息 可能我们今天做完 做节目的时候 未上架 即是未上架 即是未上架 即是未上架的时候 有新的消息爆出来的 那当然了 那他们可能 这个星期二得道那边 那这两个路线 那他们今晚又会反驳的 那我觉得这个反驳 那他们本身呢 就是他们应该负责任的 就不要将一些 就是人身安全没有保障的人的名字 再释入出来 那这会导致很多人呢 就是伸受其害的 就是如果你真的去帮人的话呢 其实就 就是大家会看到的 就是如果有这种心态啦 就是 那样的 比如说独家啦 有料爆啦 你根本就没有顾到其他人的那些人身安全呢 其实这个已经体现到 就是这两个路线那种 就是处事的态度啦 那我觉得公道自外人心的 那你现在比如说 就是这两天我们评论的那个王俊賢 那他最后他都要道歉啦 是不是 那你死撑都没用的 那不仅那件事实就不是事实啦 那你还有马仁肯出来 拿一幅照给你看 那我觉得这些 就是你到最后你始终是要面对那个真相的 就是你无论怎样分析都好 你都始终都要面对那样东西 那但是结尾我想说就是 就是很多人有个心态就是 就是我们这个 所谓把家囚不出外存 那大家都是黄色的 那我说清楚这个是他们的说法 这些只是支持者的说法 就是我不认同这种说法 但是他们说 我们大家都是黄的 那不要批评 那其实历史上呢 你会看到就是 在这些所谓的抗争圈子里面呢 其实不断有这些事情 只不过到了时候 那件事完结了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孙中山 当年他去同盟会的时候 他都备受批评的 比如举个例子 张太盐 到在这个新来革命的前期 不是 就是最接近新来革命起武昌起义之前 都是大力批评他的 甚至说攻击他这个施吞这些籌款 那那个武昌起义成功了之后 就是大家都会放下了这些东西 那有些放不下的 比如是这个其中一位的浙江 那边那些革命分子 这个涂成章 他是被蒋介石暗杀的 就是在这个革命成功之后 但是理论上这些都是自己人 因为大家都是理论上的革命分子 但是 因为他们这班 浙江这班就不妥 跟这个孙中山那班又不妥 跟盟会那班 那班又不妥的 那结果呢 孙中山其中的手下 或者是习近平的指示 当时尚未成名的蒋介石 当时的名字叫做蒋子清 去医院暗杀他 就是这些事情去到那個 就是文革 就是这个民国当时 大家都不讲的 那其实你说内斗一路都有的 革命那时一路都有这些内斗 但是内斗是不是说 就是会会会会会会 会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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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 会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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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的员 其實就不是的 為什麼呢 這個是大趨勢來的 不是說幾個人 他們自己的所謂私怨 決定得到 那今時今日那個大趨勢是什麼呢 就是 我們昨天也講過了 比如這個佩洛西 就是官式訪問台灣 這些就是真真正的大事了 就不是說這個星期二得道 這兩個老千那些 其實如果你放遠眼光看一點點 就算所謂現在有些網台大戰 它基本上都不是大戰 因為那個共識很清楚 你數一下 陶傑 蕭若元 大匪 還有其他的這些 甚至包括王陽達 都一致批評這個星期二得道 那這些人之間 都有自己各自的矛盾 但是為什麼這次會有這樣的共識 就是 這件事情因為太明顯了 只不過是你 譬如說你們那些支持開這些 星期二得道 或者什麼 就是你自己放不下這種感情 所以你只要理性一點點 你再肯去發客觀去分析這些資料的時候 你必然得到一個結論的 就不需要掃出一些說不要來鬥 因為這些都沒用的 是不是說你自己拿著一個黃色的招牌 那你就可以任何事你都可以做呢 不是的 我昨天已經講清楚了 就是香港人有香港人本身固有那個價值觀 我們覺得這種價值觀是好的 譬如我們做的事是靈活 靈活得來 我們不會拿著 我們不會做一些自己過不了關的事情 專業的 也有一個專業的操守 那這些要講爭了很久的 譬如你做律師的 你要在法律的制度裡面維持公義 你如果做醫生的 你不會去害個病人 你會盡量去治好他 你去做教師的 你不想做一些 你自己都不相信的東西給學生 我們是為了這種價值觀奮鬥的 就不是純粹為了一個黃色的招牌去奮鬥 剛才我們引述的孫中山的例子 就是想證明什麼呢 就是 就是今天所謂的內鬥 其實如果你到了若干年之後 他再看其實很少事 有些人當然有些人受到損失 有些人受到傷害 但是整個這個社會的變化的大趨勢 是不宜過人的意志作為轉移的 在這個過程裡面當然有很多人會受到傷害 會很痛苦 但是大家一起共同奮鬥那個目標 最終一定是會完成的 因為這個是歷史的趨勢 這個歷史 大家會看到人類的歷史 是不斷邁向這個追求自由 如果你不相信這件事情的話 就無謂再去參與這樣的活動 或者不應該陷入其中的原因很簡單 但是你已經喪失了 就是你已經沒有了那種的目標 就是如果我們在這個環境的變化之下 都變成了個人都很自私 個人都很短視 之後尋求那些 在這個問題 已經是不斷的 看到最後一條我現在的經歷 也不斷是有了 就是你同一條文件 就是要你實斷的 他前面有了 真的所以想要去做 而去做 那些人 後來看到 我就想得到 去做 最終的 就是要去做 這條文件 所以說 它是在這個國際上 信念 這樣就不用搞了 但以我個人為例 我都覺得 就算無論經歷過多少挫折 有多少人你看都揭穿他的真面目 你始終要相信一件事就是 大部分人都是會相信那種的 就是人類是比較善良的一面的目標 如果你不相信的話 你可以回大灣區 或者去其他地方 任何地方都沒有分別 那些人為什麼要去尋求一個 有言論自由保障的地方 就是因為他們有這種信念 所以這個星期二得道這個事情 就不可以蓋過來整體 所有人都是這樣的 你去這些都是漲崗來的 以前我們批評這些海外民運 我們有這種 但是 畢竟香港人是不同的 只是現在又遇到一個這樣的 個別的例子 但是正正因為它是個別的例子 所以我們就要自出來了 其實那些人去維護這件事就是 他心底裡面是覺得 這件事基本上是很普遍的 所以就不敢自出來了 但是我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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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所以我不會害怕的 我不會覺得大家要蓋住 這個家醜不出外傳 或者你怕分化這些 其實正正是最大的一個致命傷 你越不想說 這些東西就越蔓延 越多人蓋住 越多人蓋住 接著就造成了一個既定的利益集團 我想很多革命的組織 初頭都是這樣 你舉這個同盟會 後來就是國民黨 發展到後來為什麼會有這麼多貪污 都是這樣的 這個是一個以前的社會運動的常態 但是我們希望這次之後 我們盡量去避免這件事 只要我們肯去揭露真相 或者講出這件事實 其實這些事情就很難再發生的 老實說 我就不是太想去很詳細 去涉及這件事 我看上去 其實我看到了揭露的那些細節 我又不是很想看上去的 我覺得如果再跟他們爭論 就來一張摔角 所以我覺得 我們今天就講了有這些資料 那些聽眾可以慢慢走去做一些比較 看看哪方面是對的 甚至我相信遲一點 可能這兩個老千都會出來再去死撐 那大家聽說就講什麼 哈文俊 你也有點脆脆的了 需要有些東西補充 台長 這樣的 首先呢 可能有些聽眾說 你手上是不是還有其他的錄音啊 或者有些資料那些呢 有啊 但是為什麼我選擇不放出來呢 因為呢 像台長所說的 其實呢 去做任何事之前呢 你要先想 怎樣我們是要揭發真相同事呢 我們要保護某些人的 那所以呢 其實有些資料呢 已經消毀了 是不保持底的 因為你有些是牽涉了 有了一些其他人的人名 人與事 那些人你不認識他 我不知道會不會 就是他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我接觸不到的 我只可以 是我只能接觸到誰 誰願意講到什麼程度 那我才可以去做 那而那個情況 你說 哦 是不是 扔一大堆東西出來 就算我再多的證據或者什麼 其實如果你是那幫你堅持不肯 就是認為沒有問題的 你一直都會覺得沒有問題的 以至是他的粉絲死忠 你說我怎樣都要支持的了 我好像偶像這樣 那這件事 我覺得無謂要再爭 但是有一件事 我想台長可以說一說 你看到為什麼會形成這些騙狼 為什麼這些騙子可以橫行呢 除了說說那個好心之外 就好像我們那段錄音都說到 他有說一件事 很多人 香港人 不懂政治 那可能見到他們的一些言論 以至一些運動的評論 然後就覺得他們是會 是所謂的同路人 以至他們都是拿了心出來 去抗爭 去幫助人 他這次甚至乎跟他說 就是講到明了 你看那個人 你看連他 哪一天啊 連最後的餐吃那些什麼啊 所有東西都說得出來 這是他買的 他是他的assistant 他是admin來的 他講到明了 基本上他都已經告訴你 原來你們大家在那裡 就是他引證到 他根本就沒有去真真正正做過什麼實事 甚至乎 就是連那些叫做所謂收回來的款項 都是報一個細數 而且這條數是完全不合理 三百多萬可以 可以說到只有二十萬三十萬 然後 以至就是你聽到很多東西 其實你見我做過訪問呢 我一開始我沒有預計到他後來這樣說 我沒有預計到的 所以你看到我都去到中間我都呆了 因為我沒有想過那件事是越揭越這樣 我沒有想過的 那 就是這件事我只要這樣說 第一 其實星期二得道 我不知道是天正還是怎樣 其實如果你們一開始不是抹黑澳門 不是說 什麼澳門人是活該死啊 什麼那些 其實你就不會惹到我的正常 怎麼會呢 牛頭不搭馬嘴的 你香港我澳門 關什麼事 我和你本身都不認識的 雖然我都叫做 以前有些人跟你是共同相識 但是 那些畢竟 都十幾年前的事 都不是現在的事 我自己和你沒有交集 也都沒有任何恩怨情仇 原因就是因為你們到處亂說話 你得罪了澳門 勒著了我 我才跳出去射你 然後你還要不知死 不停地說下去 甚至乎開直播來罵我 其實做人你不作死 就真的不會這麼嚴重的 你要清楚知道 其實出來對你的人 是不是個個都是你以為是嘴炮 是不是個個都是沒有實力的 其實不是的 可能你是惹了一些 根本是惹不起的人 不過你不知道 但是我想說台長可以說一下 就是 就是 就那個說法 很多人不懂政治 跟著這麼容易被蒙騙 你怎麼看這件事 你覺得是不是 叫做 是不是可以繼續 應該有什麼方法 可以令到那些人 可以認清楚 哪些是騙子 甚至乎是 就是 就是 就是我現在 就是我聽完 其實我規格的那件事 我心裡面是覺得很恐怖的 我背部發亮的 我甚至乎覺得 現在 那些 就是好像現在 他們那兩個老千 對了一些人 甚至乎是 一些名字 一些照片 擺出來 華爾街 那些人才是大問題 那些人是怎樣 那些人是怎樣 就是我覺得很恐怖的 其實他們有這麼多 那些真的那些手足的資料 他會不會對這些人做什麼事 這個也有些人懷疑的 就是曾經有沒有 就是用那些資料 再交換某些東西 還有 你的手足有男有女 還有 是啊 還有據聞 就是 也都有一些 就是怎麼說 其實他們 為什麼說他們是鬼 他們本身 就是跟一些強力部門 是有聯繫的 但是 你看到 他現在又在那裡指 就說 老蕭是鬼 陶傑是鬼 王世債是鬼 說他們是海外國安 你不如指我是澳門國安 好嗎 沒所謂的 第一 我真的不是黃絲 我跟你們不同犯數 第二 不用再在那裡拘捕那些 你是不是黃絲 你是不是手足 你做了多少 你幫手足 第一 第一 我都說不是 我都不是黃絲 另外第二 真真正正的黃絲 大家記住 我求你們 記住這句說話 你話說 我文字怎麼扑街都好 這句說話 我可以 我這樣說 如果我說錯 我死全家 真正的黃絲 做完事的人 是不會 走出去跟別人說 我做了什麼 我是個黃絲 我有多厲害 我有多厲害 然後他達到任何目的 是不會的 我認識很多 我想抬了聲很多 一句說話都不說 做了就算 我們講過一次 就是一句說話 已經總結了這個 功藏於無名 就是你經常走上去標榜 做什麼 做什麼 這個正正值得懷疑 是 只要文進剛才問的問題 就是香港人是否政治上很幼稚 這個是兩種不同的層次來的 譬如說你政治上很幼稚 那2019年那個修反修例的條例 那是不是很幼稚呢 那不是的 很多香港人都看得很清楚 是非對錯 很多人看得很清楚 是非對錯 不是完全不理會 或是突然就是 它就不能批評 的話 以對中共居然是否很容易 但是對中共居然是否很容易 你會不會批評 但在這件事情上 就是對中共居然居然是否很容易 從來我們身上的保障 真正怪 它但是在這件事情上 但是我們會批評 不是在大陸 以前的人對人的信任很強 比如你在家裡看到一個人淚低了 你跟著會幫他 你不會好像在大陸那樣 如果那個人扶他起來 跟著他去告你 不會這樣 比如有人走來問路 以前呢 如果沒有那時候那麽多這些大陸的人來的時候 大家會幫你 所以你剛才說的那裡 就不是政治上的優質 就是不熟悉 然後一直我們對那個人際關係呢 由於我們原本在那個 以前的這個港英的時候統治 一切是相對比較單純的 有騙案 當然有騙子 甚至我小時候都有拐子佬 但是去到這個七八十年代打後 開始慢慢的社會是 變成一個真正的一個 就是相對比較 就是法治啦 還有人基本上是善良的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都是以心為心 正正因為這樣的時候 這些就是有少許人可以利用這些東西 就是利用人的信任 比如說我來幫你 很多人真的相信 尤其是在那種處境之下 所以我就不會去到那麽悲觀的 就是不會說好像文進剛才說的 我聽了之後你背著法糧 而不是說我贊同那樣東西 我認同那樣東西 或者我習慣那樣東西 其實你要反過來看 你看到香港人善良的一面 但是對你還是沒有去做 就是三個台上 你現在給我一面 我猜他都弄得到 我姜陳肯 然後我怕他做一些人口販賣 甚至乎做一些很過分的事情 是吧 現在去到事情是這樣的時侯 他再做一些什麼事情呢 我想商會很快就揭發到的了 因為那些被他夾住 不要忘記了 有些所謂的手足 其實他們都不是完全與世隔絕的 所以你又不需要這樣 但是我們就不是評論那些個別的事件 因為我們現在 實際上我也不知道 就是後面那些細節的 我也是指的 而是說在連登岸我看到而已 但是你剛才問的那個問題是一個很大位的問題 基本上說 我想去到最極端 喂 會不會去到外國 個個都是這樣的呢 個個都是Tony Choi 個個都是Johnny Ford 那我說不是的 我相信基本上 就是在那些外國的地方 如果他們說真的去幫幫幫人 大部份都是真真正正上來 就是真的想幫幫人 只不過現在有兩個這樣的害 有兩個這樣的敗類 就是令到大家是失了信心而已 那正因爲這樣了 就是我答清楚了 正因爲這樣 所以我們就要揭發它了 是不是 就是要去追查這件事了 就不要說 哦 其他人可能都是這樣 我們不如不要說了 免得整個 整件事是變了 好像這些當權者所說的那樣 就是我覺得大家要分清楚了 就是我再次回答你一次就是 就是 剛才你問到香港人政治上是不是很幼稚 那我說不是 不是 不是的原因就是 如果香港人幼稚的 很多事情都照單純收啦 那你這個道法條例照收 二十三年就照收 那現在不是嘛 之前爲什麽會這麼多 就是這些反對聲音 就是因爲真的看穿了這件事 就是真的某個程度看穿了這件事 但是對於人際關係 尤其是你比較年輕的 尤其是你比較無助的 好 就是有這些敗類就會利用這件事 去剝削你 只能這麼說而已 所以大家只能以後這樣說 有一句傳統的說話 戴眼識眼 當然我們都是希望盡量保持人與人之間的信任 但是又不要過分 你聽到人說 哎呀 我是黃的 我怎樣怎樣幫人 那你就完全照單純收啦 那我這個都 我都會自己都會有這樣的看法的 就是我這種看法是職業病來的 我講很多次啦 我看新聞不會照單純收的嘛 不是人講我信的 是吧 一定有一定有一種默懷的程度 但是這個基於我 就是作業了這麼多年人 人生的月曆 是吧 也都有教訓 之前 所以就有這樣的經驗啦 那如果你是年輕人 你十幾二十歲 你單身隻身 走了去外地 孤立無緩 那有人聲稱施與援手 你第一個感覺是不是你會覺得那個人是真的幫你的嘛 那這個可以小心處地想 你也覺得會是啦 那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解釋到整件事的 那希望你覺得我的答案可以 可以回答你的問題 你怎麼會說 你會不回答出我 你怎麼會說 你會說 那個人會不回答 你你呢 有可能是什麼 你呢 你說 我就這麼想你啊 那是來自我 我想地你去看 你呢 你是不是 啊 你應該怎麼說我 你呢 啊 你這樣說我呢 啊 你居然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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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算是啊 啊 啊 那算是啊 啊 那算是啊 他肯定是有问题的,不是其他人有问题 我想说,如果私怨,我只会万无目的地对你万骂 而且是万骂一些东西,而不会用这样的方式 其实用这样的方式,直接是拾名出来 他直接说明是你什么人,怎样帮你,接着他做了些什么 他在旁边都知道了,他是时间证供,所有东西都可以供到出来的 很简单,有些人说文俊,你去安排人和你读段音 哪有可能做到啊,说真的,你都要写整个剧本 你都要知道所有内情,再要找个人做演员 其实你猜这么容易吗?不是的,有些事情,如果你做人做了久 就像我,你其实这么大个人 有些人说的东西,一说出来,究竟是演员,还是真的 其实你心里不会感应到的,正如我做直播 我都会问那些人,你觉得我是真心爱澳门 我是爱澳者,还是假的呢? 你觉得我来的,我只是拿澳门作为话题,赚一点点击 我本身对澳门完全没有感情,不深是澳门 还是我本身很爱这个地方,所以我说的说话 所谓的一些,持的相反意见,就是因为我爱这里 我是想把心底的说话说出来的,其实你会分得清的嘛 如果你说我也是,就这样就随便打一份报纸,读几句新闻 然后,求其说两句,母亲是女人的所谓分析 你听到那些,你就知道,我没心做 有时你见我没心做,或者状态不好,我只是不说 不说话,你见我只剩下的咪,就问台长说 或者不懂的,你问我什么波课,我怎么回答 不说,不懂,不知道,那是什么事 但是你见到这件事,你们自己可以留意一下 我做访问时的态度,我也很惊讶 为什么呢?我直接跟你们说,好吗? 因为我完全觉得,后期听到的东西是超出了我预计 这是我最震撼的,我没想过 这件事,如果你说,动一下钱 动一下一百几十万,动钱 就没所谓,但是现在已经涉及不是动钱的事 我觉得,还有这个呢,我觉得会令到很多 真心相信过的人 无论你说你是付钱,以后一直听他们网台 这个是一个相通 因为这个世界,有时你很,叫做痴心错乎 你信错了一些,可能给到力量,一些有理念的人 我们后来才觉得,原来 所有事都是方话,所有事都是一个骗局 你会令到很多人心伤,甚至乎以后更加不敢 相信一些其他人 这件事,我真的觉得是最可惜的 还有,有一件事我真的做不到 这件事,我想要靠你们外面的人 因为我所做的事,我已经尽力做了 但是呢,因为他们两个 现在是拿了这个 英国的政治庇护的 原因就是,因为他们 是拿了,譬如说 那些片段 拍了那些片,说他们 怎样照顾人,怎样的 接着呢,他们是用这些东西去申请的 那应该我觉得 如果你,一些 网友,譬如你跟我说 你给了很多信息 例如我刚才那样 那你发几手信息过来 然后跟我说,你快点看 你看完我,我删除了 你与其你有这样的时间给一些信息 为什么你不自己去举证他呢 为什么你不站出来 你不要当为什么 你为正义,为什么你不愿意站出来 比如很简单,懂英文的 写封信去,给内政部也好 政治部也好 用各种方法 你便令他们没有得逞 另外第二件事 如果你在当地 很简单,如果你是英国人 你可不可以发起一些本土英国的力量 去走这件事去跟进 而你不是打算再继续 我在这么远 我根本就 就不是在英国 如果我说真的,我在英国的处理手法 我就不是这样了 以我的性格,以台长知 我的性格都知道不是这样了 如果我本人在当地 我一定是行动了 但是 有些事情 大家不要抱着一个 我是倚仗人家 倚赖 甚至乎觉得 哎,我跳起来 我只是嘴炮 然后跳起来 支持你文俊 支持你啊 更加多人爆料就好了 没意思了 不如大家 去做一些实事 我在这里呼吁 所有如果你是住英国好 或是住欧洲好 将他们的事 用你懂的语言 最好是英文 或者是 德文 什么都好 详细列明 交给你们当地的政治部 和政府部门 这两个人呢 其实呢 不只是单纯 说是骗钱那么简单 他们除了是一个骗财的 他们也是 牵涉我相信 牵涉一些人口走私 以及牵涉一些其他的罪行 不要放过他们 面对大是大非呢 大家一定要知道 什么放在最前 我很恨黄世宅 但如果黄世宅你听着 你在德国的 用尽你所有的方法 去搞正这两个陷家产 倒回来 我以后不攻击你 我欠你一个人情 面对大是大非 我可以放下其他的仇恨的 袁爸爸 如果你愿意 和这两个人渣划清界线 我不单止收回我昨晚对你的说话的攻击 我愿意有机会的 我亲自向你老人家侦查第梳 只要你愿意站在正义的一方 我不介意 去向你低声下气 我现在 是以最卑微的请求 请求所有听到这段录音的所有人 尤其是身处英国和欧洲 所有你们心里面还有半点正义的人 希望你们用你们所有的力量去支持我 去把这两个罪该万死的人 要令他们永不翻身 不单止是英国 包括欧洲 包括其他地方都是 一定要追击他们 一定不能放过 一定是不能让这两个人 再用角色的方式 继续他们的生活 继续他们的存在 这个是我最严正 也是我声嘻力气的声明 我希望大家 真的愿意伸出援手 还有动不 或者一些资料掌握的人 麻烦你们 把你们知道的东西说出来 你可以不找我 你可以找萧山 找大匪 找啤梨哥 找任何你信任的人 找陶杰都没问题 给更加多的真相 更加多的东西浮诸于世 在网络上 给更加多人去认知 这两个人不只要成为过街老鼠 这两个人是以后要消失 无论是网络还是现实世界 都需要消失 他们做的事实上太过分了 没有人可以容许 没有人可以接受 我说完了 头长 那我相信大家 以后看下去 《日久见人心》 刚才问文俊逸 有一个问题 我还没回答 问怎样可以看一些人 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有一句说话 大家都耳术能详 周公恐惧留言日 王莽谦卑下士士 如果这两个人 在当时早死的 当周公 他在别人周围唱他 这个是鬼来的 他那时候死了 他就是鬼了 因为那些人觉得是鬼 是要到最后 跑到最后 看到他做了些什么 才知道原来他不是鬼 王莽谦卑下士士 他在做这些人 很功功敬敬 谁知道原来他最后 原来他是鬼 所以我们有时候做人 其实都是需要一些人生的月曆的 那如果需要人生的月曆 你自不免要加学费 但是那学费是可以控制的 你不会搞到自己 输到底褲都没有 原来很简单 凡事都要谨慎 就是有些人 他还是 overthinking 那已是很固埋的 那你现在要做官方的事 那很固埋的事 就是你投入了那麼多的這些感情或者其他 你去真正正反省 現在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為什麼要盲撐 因為你投放了那個感情下去 你不想去面對那件事 但是這個不理性的 除非你說我可以信了 永遠就算什麼 那些是宗教來的 我昨天說了 這個是宗教來的 但是當然了 你犬如這樣看 其實可能是否全部宗教去這樣的呢 可能是的 但是我們如果做人處世 譬如去到這些 一些實際的事情 我們應該用一個比較 不要這麼情緒化的角度去看 可能你真的被他騙過 人生一定有這樣的情況的 一定有人比你動 如果那個損失 你是避免到最嚴重的 那麼簡單的 就是你抽來少一點看 你反省單 你會有一個懷疑 就是他其實不可能是一個騙子 你要說 當那個證據在這裡的時候 你就要自己自覺地去保持距離 那麽現在不是說 你那些支持者 一定要跟他什麼 或清界線 這個可能有一個過程的 就是你今天開始了 你就要對他說的話 你要保持一定懷疑的程度 那麽再有更加多人出來指證了 那個證據更加確鑿的時候 那你就再去審視了 那當然這個牽涉另一個問題 那些人就說 這個是李桂華說的 那我們絕對不相信的 那我覺得這個態度都不是一個正確態度 就是不正確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你可以從基本立場上去看一件事 譬如說 你對這個政權 對那個當權者 是一個很充分的不信任 那這個是很明顯的 因為這個是根據歷史的角度 即不是説一朝一夕的 這麼多年 但個別的事情 那是不是這個 是非與對錯之間 只能夠是議員呢 其實不是的 可能兩個都是非的 可以 是嗎 當然兩個都是算是比較難的 但可能兩個都是非的 就是說有兩方面之間有矛盾 那你不是說一定其中一方是對的 其中一方是錯的 可能兩方你都錯的 是不是? 這個情況其實以前是發生過的 比如說共產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之間的對抗 那你在當時必定你要去選擇其中一個 你支持這個資本主義對抗 但是是不是等於那個資本主義全部都是對的呢? 那不是的 你只是不作為一個權宜之計 但是你事後過了一段時間你要想清楚 它也有一定的錯 錯在哪裡? 舉個例子 曾經支持過一些第三世界的國家 一些極權的政府 我們也看到了 譬如簡單的光州事件 光州事件 當時美國政府都是有它自己考慮的理由 但是那件事不代表它是對的 是不是? 所以你看的時候你不是純粹說 正因為它是錯 所以這方面一定是對的 這個是現在這種推理的情況來的 它錯 但是另一方面都不等於它是對的 都是它自己的問題 所以我們真的要追求那個真相 是不是? 那現在我到現在我自己還是很小心的 很小心在於什麼呢? 就是現在說的都是一面之遲 但是當有更加多的證據出來的時候 那大家就真的要將這些證據去比較 就是我以前一直都引述一個說話的嘛 就是唐路斯基講的 你從比較 謊言的比較之中 你得出真理嘛 那究竟誰是誰非 誰錯 那我覺得現在大家比較用心去聽的時候 你綜合了那麼多 你自然得出一個結論啦 那我現在我自己對這個通知蔡和Johnny Fogg 這兩個老千 我已經能夠定論了 就不是基於這次的事件 不是純粹基於這次的事件 事實上一到以前 我看這個聲明 而得到那個標題 是不是? 以及對於這兩個人 他之前的所作所為 我已經有了這個心目中的判斷 只不過這件事 現在這個揭露出來 加深了我現在這個看法 但是這些就是最近把出來的事情 仍然需要大家努力去確認和確實的 但是前提就是不要傷害到一些現在身處險境的人 這個是我只是對整件事的總括 那我自己都有一個看法的 就是對於這個聲明 而得到我們就 就是如果作為評論 我就不想再花太多時間下去的了 原因很簡單 因為呢 就是大家知道了這兩個人所作所為呢 那麼我們大家都要就是 將我們的精力和時間放在更加有用的地方 我們只不過希望呢 其他人不要繼續受騙而已 那麼如果 大家 聽完看完這些這樣的證據 這些資料 聽完他的節目 都還是這樣呢 那麼我都錯不在這兩個 錯在你繼續去支持的人 我說了很多次了 譬如有黃俊賢這些 那麼他講錯了 你還要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因為他是黃俊賢我們 那我覺得那個問題不在黃俊賢身上 就是在你身上了 你有這樣的支持者就會養成這樣的人出來 是不是 所以我們都很客觀的 我不會只說 單方面的問題 其實這個是一個整體的問題來的 就是你既然不肯反省 那我覺得就是錯在你那方面 那黃俊賢 我想這一節都可以這樣的了 那我們還有沒有其他東西需要補充的 如果沒有呢 我們就 move on 暫時沒有了 希望 我今天聲音很差很沙 也很不舒服 但是我希望如果大家 剛才我說 尤其是剛才那番話 如果聽得不清的 肯請大家聽多一次 這個是我對你們最卑微的要求和呼籲 好嗎 那就多謝大家 下次回來 下次回來 今天來到這個火之神 阿朗哥和鄧衛煮了一道 是否叫台長的牛扒呢 台長西亞牛扒 我要介紹一下這個菜式有甚麼特別之處 第一件事 單手都可以吃的 單手都可以吃這個這麼滑的牛扒 最好牛扒 然後這邊有刺利腐蝦 還有這道蛋是牛奶 非常非常滑 完全沒有澱粉質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麵豉湯 這道菜真的需要非常非常美味 大家看 接下來一定要點這道菜 台長西亞牛扒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大家記得訂閱和支持司徒文進頻道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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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 多謝大家